转开了 52岁极品巨英 一辈子从不工作 肯跑三任丈夫 让94岁老母亲给她洗衣做饭 梦想嫁给大老板 邻居看不下去 劝她出去工作 女人却摆摆手说自己有钱 转头娶出母亲的退休金挥霍一空 眼睛这个大声叫骂的女人名叫熊丽 1967年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农村家庭 上面有四个哥哥 一个姐姐 但由于早年家庭条件不好 大哥和二哥早早离世 生熊丽的时候 母亲李凤玲已经42岁了 老来得女 极锦疼爱 全家省吃俭用 有什么好东西都会让着她 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吃穿用度都是城里最时髦的 从来没有穿过哥哥姐姐一件旧衣服 从来不做家务 连最简单的洗衣拖地都不做 1980年 熊丽13岁 父亲意外去世 其他子女都已成年 有的结婚成家 有的外出打工 母亲担心女儿受欺负 便把所有的爱都清除到熊丽身上 任何家务活都不让她干 活得就像个公主 从小被宠溺惯了的熊丽 娇气任性 懒散不上进 成绩一塌糊涂 因吃不了学习的苦 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在家 无所事实 母亲十分心疼 担心她出去打工受苦受累 并一直养在家里 对于儿媳 孙子从不过问 转眼 熊丽到了19岁 阴长得漂亮 村里不少人上门提亲 但通通都被拒绝了 我不嫁给村里人 一辈子在农村吃苦受穷 得嫁给城里有钱人 大老板 做个享福的阔太太 那才是真本事 说干就干 不久她还真认识离一个浙江富商 相识两个月 一拍集合迅速闪婚 熊丽摇身一变 成了富太太 80年代就住上了豪华别墅 坐上了桑塔纳 出门有司机接送 回家有保姆照料 日子好不快活 然而这样的生活 仅仅维持了几年 便土崩瓦解 熊丽贪图享乐 花钱如流水 夫妻俩整天吵架 不久男人投资失败 两人离婚 熊丽分到了14万 当时一个工人 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 这14万无疑是笔巨款 但他没有投资 也没有工作 而是整日吃喝玩乐 不到两年 全部挥霍一空 眼瞅着钱花完了 熊丽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 反而开始物色新的结婚对象 第二任丈夫 是做小本买卖的个体户 虽然不如富商 但也在普通人之上 婚后 熊丽依旧花钱如流水 不会做饭 不洗衣服 也不做家务 丈夫觉得压力很大 感觉养不起她 便提出了离婚 第三任丈夫是名环卫工人 虽然工资不高 但为人老实 知冷知热 两人结婚后 她从来没让妻子干过活 也没让她出去工作 但熊丽却受不了了 感觉不花钱浑身难受 最后 因过不了穷日子 再次提出离婚 对婚姻心灰意冷的她 依旧没有想过工作 收拾东西 回了乡下老家 得知女儿再次离婚 70多岁的李凤玲 又双若灼 心疼得要命 每天忙前忙后 给她洗衣做饭 还帮忙接送孩子 女人每天躺在家里 除了吃喝玩乐 啥也不干 直到2019年6月 热衷啃老的熊丽 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94岁老母亲 意外摔断了骨骨 做了人工骨骨头致幻术 女人在医院忙前忙后 照顾母亲 几个哥哥住在同一个小区 却从来不愿探望 熊丽十分生气 认为哥哥气管炎 不愿承担赡养责任 怒气冲冲上门对质 追着四哥要钱 狂喷三哥 没成想反遭一顿怼 急救手术我们哪个没去 你有没有花过一分钱 你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心里清楚 原来2008年老家拆迁 母亲李凤林获得了一套拆迁房 和20万的补偿款 虽然小女儿户口早已签了出去 但考虑到她无依无靠 就想将所有都给兄弟 母亲光明正大偏心 兄弟姐妹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在村里的协调下 勉强达成一致 房子归雄历 以后负责照顾母亲日常起居 两个儿子平分补偿款 负责生老病死 一家人勉强维持和睦 两个儿子时不时还会给母亲一些零花钱 在老人摔断鼓鼓后 他们立即送医掏钱看病 就在三嫂回家给母亲收拾东西时 意外发现了李凤林的退休金存折 打开一看傻了眼 上面全是零鸭蛋 每个月发放退休金的第二天 钱就被立即取了出来 四十多年每月一千三 一分不剩 九十四岁的老母亲之所以摔倒 是因为她要给熊丽买菜做饭 而熊丽所谓的照顾 实则就是榨干最后一滴血 两个哥哥气不打一处来 在母亲手术后便拒绝给拆线费用 熊丽一分都不愿拿 上门讨要破口达骂 结果存折还被拿走了 回到家他对着母亲疯狂告状 说要拿钱的是他们 现在却反悔了 还把存折拿走了 一听儿子没给自己交医药费 老人红了眼 觉得他们不孝顺 你们就是惦记我的房子 想等我死了 把我的小女儿也轰出去 兄弟俩一听 立即起身走人 避而远之 再也没来 眼瞅着拿不到钱 再也不能挥霍 熊丽急眼了 将两个哥哥告到了居委会 拿出之前签的合同 为自己讨公道 我没日没夜照顾老人 你们去逃避医药费 真是没天理 哥哥一听 直接甩出老人的存折 你要拿回存折 以后老人的三病两痛 就全部由你一人负责 要么你搬出母亲的房子 以后养老问题 都归兄弟们负责 对于这两个选择 熊丽都不愿接受 不停狡辩反驳 我没有啃老 我花母亲的退休金 完全是希望他生活的好一点 啊 啃老啃出了新高度 这是啃老界的天花板 巨英界的No.1 经过多次协调 几人最终达成一致 赡养问题 依旧按照之前的合约处理 退休金由熊丽保管 四百给老人看病 五百用于日常开销 剩下的五百存进银行 已被不时之需 不能私自挪用 老母亲百年后 有剩余存款 则由雄力集成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长大不成人 活成啃老族 能干一